说到历史上屠杀开国功臣最有名的两个人 那必定是刘邦和朱元璋 朱元璋杀功臣倒是没有除掉自己重要的亲戚 但刘邦就不同了 他不仅处决了自己的义子 还杀了自己的连剑以及救命恩人 丝毫没有半点犹豫 其中一个被刘邦杀掉的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 就是那个在红门宴中救了刘邦一命的人 既然凡快对刘邦有救命之恩 还是他的连金 为何刘邦最后还是杀掉了他呢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刘邦杀凡快背后的故事 杀狗的屠夫 凡快 似水郡沛仙人 凡快出身微寒 以屠宰为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的人生从他的爷爷的爷爷开始就差不多已经注定了 只要不被饿死就是最大的幸福 只是凡快并不甘心这样的生活 他总是想着行侠仗义 觉得跟在大哥刘邦的身后 在大街上耀武扬威也很不错 凡快没有什么太大的理想 觉得在刘邦的身边当个贴身小弟 偶尔到县里见见大人物就足够了 如果秦朝能够一直存在下去的话 也许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凡快就会娶一个普通女子 生几个孩子 继承他家世代的屠宰事业 而刘邦很可能也从小关上安心退休 凭着他的小聪明 估摸着晚年也不会太差 两个人甚至还会经常出去吃吃喝喝 但这一切都因为那场著名的 秦末农民起义改变了 公元前2009年 随着陈胜吴广在大则乡起义 刘邦也在沛县起兵响应 拉起了一支队伍 而刘邦起兵的时候 作为好朋友的凡快 自然也不会置身事外 很自然的就跟着刘邦一起起义了 对于刚刚起兵的刘邦来说 凡快可以说是他身边 最得力的一个助手了 凡快常年屠宰的经历 让他拥有一身的蛮力 而且他上战场非常勇猛 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 完全可以独挡一面 其实跟随刘邦的人有很多 只是凡快的身份比较特殊 他不但是刘邦的小弟 还是刘邦的姻亲 吕公看上了刘邦的性格和为人 将自己的女儿吕智嫁给了刘邦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 凡快娶妻的时间 但是根据推测 可能是在刘邦起兵之后 因此在看到凡快的英勇之时 吕公又把另一个女儿 吕须嫁给了凡快 就这样 凡快成了刘邦所有兄弟中 最特殊的一个 也是最亲近的一个 能力强 再加上姻亲这么一层关系 凡快自然得到了刘邦的彻底信任 所以从起兵那天开始 凡快就是刘邦的副官 后来刘邦逐渐发达 凡快的地位也逐渐水涨船高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凡快始终是刘邦身边最为信任的人 同时也是最为得力的助手 凡快作为《鸿门宴》中 刘邦集团出场的最后一位关键人物 司马迁在他身上倾注了不少笔墨 在史记《凡丽藤冠列传》中 司马迁也肯定了凡快在鸿门宴上的作用 是日威 凡快奔入银窍 让项羽 配功是几代 鸿门一宴 凡快之功可谓大矣 在凡快出场之前 整个宴会的场面都是相庄武剑 相伯长以身异弊 相庄在范增的授意下 以武剑助兴为由 小击杀刘邦一措 怎知相伯与之队伍 处处保护刘邦 可以预见 如果相伯稍有不慎 刘邦随时都会有性命之余 因此适应的张良出军门搬救星 他找的救星就是凡快 张良找凡快救驾 这固然是由于凡快的身份 刘邦的参诚 但更是基于张良对凡快的一定了解 凡快有能力 刘邦来见项羽时 是从百于其 从当时双方的紧张局势来看 刘邦这一百多随行人员 应该都是他的心腹与得力干将 所以张良找凡快救驾 可以说是百里挑一 他有信心凡快能化解危局 凡快在了解到宴会上的紧张局势时候 立刻持剑带顿闯赢账 凡快的闯账成功 意味着相装武剑 相伯以身异弊的局面不得停止 刘邦的性命暂时无余 进入赢账之后 凡快在项羽面前摆出了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据陆施战后 被项羽召见的诸侯将领 无不息刑而前 莫敢仰视 可这样一个人物 在面对凡快时 却不得不按键而计 可以想见凡快当时的模样 确实十分害人 不过这倒也勾起了项羽的好奇心 他没有怪罪凡快 反而以一刻字来称呼凡快 问其来处 当张良介绍完凡快后 项羽马上又改称凡快为壮士 并赐酒给他 凡快则是一饮而尽 于是项羽又赐质坚 而凡快赐质坚的情态 则更是狂放不羁 之后刘邦趁着项羽被凡快转移了视线 便如策之机 与属下密谋出逃 凡快可以说是救了项羽于危难之际 除此之外 在刘邦被咸阳里面的珠宝财富 和美女侍妾蒙蔽心智的时候 是凡快劝说他 让他目光长一点 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 让百姓们心寒 在刘邦晚年病重 只有太监在眼前伺候 不见群臣时 是凡快带领老伙计们应闯宫门 带着大家见到刘邦本人 然后痛哭流涕地说 皇上不见群臣 可不能重蹈秦始皇当年的傅哲呀 这才避免了大汉朝更大的危机出现 但谁也想不到 这样一个重于自己的好兄弟 刘邦临死前最后一道命令 却是要杀掉樊快 这是为什么呢 当大哥和大嫂有了矛盾 当年吕家对刘邦的投资 可谓是下了重本 不仅将女儿嫁给了刘邦 两个儿子还跟着刘邦四处征战 这里面还包括了吕家 大部分的财力和人脉 而这些东西换来的就是 刘邦称帝后 吕家后人的荣华富贵 但人心总是不止满足 当吕智的权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刘邦就已经开始警觉了 刘邦很清楚 吕后赶在朝中肆无忌惮地干预朝政 一方面是依靠自己皇后的地位 另一方面就是吕智身后的外妻集团 吕智外妻集团的核心人物就是两个 一个是吕智的兄长吕泽 另一个就是吕智的妹夫樊快 而且刘邦晚年十分宠爱欺负人 一直想废掉吕后和吕后的儿子 改立欺负人的儿子赵王如意来当太子 刘邦的这个想法 好多大臣们都不同意 尤其是那些跟着刘邦一块打天下的人 这些反对的人中就有凡快 如果最后赵王如意真的当上了太子 那么凡快很有可能会和吕后联盟 用手里的兵权逼迫赵王如意 这样的结局是刘邦不愿看见的 只要除掉了反快 吕后那派就没有人可以控制军队了 刘邦的判断是正确的 吕智的势力太大了 必须除掉反快 但刘邦没有想到的是 吕智的势力已经大到无孔不入的地步 就连他的心腹陈平 也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了 在接到杀死反快的命令之后 陈平的心里就打起了小算盘 他知道刘邦将不久于人世 也知道吕智的实力 因此滑头的陈平尽量拖延时间 等到刘邦死讯一传来 他就立马跑到吕后那里邀功 说自己救了反快一命 反快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捡回一条命 兄弟情最终还是抵不过黄泉 刘邦为了黄叔和大汉江山 已经杀了很多人 他不在乎多杀一个 连卢婉这个从小一起穿开裆裤 玩到大的朋友都背叛了他 或许这就是高处不胜寒吧 刘邦死了 反快已不负当年之勇 但他至少还活着 经过战场厮杀的人 或许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吧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刘邦 要杀死反快这件事情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时代转赛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